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義士,我是宇鎮 昨天我去打第二季疫苗,我兩季都打AZ的 打完之後,當下感覺是比打第一季的時候好很多 第一季感覺是被火車輾過的感覺 雖然我也沒有被火車輾過過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會被卡車撞到或是被火車輾過的感覺 反正大家這樣形容,我也就跟著這樣形容了 第二季,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今天早上在起床的時候還是非常非常累 然後整個作弊都還是感覺抬不太起來的樣子 畢竟還是認證年輕人,年紀還是輕吧 這一集開頭來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一個活動 我今天晚上會跟之前有採訪過的藝術家NFT的先行者洪思成 他的藝名叫做IOYOI 我們兩個今天晚上 週五會在一個元宇宙的APP裡面 叫XRSpace 大家可以先去下載XRSpace的APP 然後去設定一下自己的元宇宙的虛擬的人物到底要裝什麼樣子 然後去設置一個帳號 它那個虛擬人物設置的條件真的還蠻多的 還蠻好玩的 我自己滑了一下整個APP 用起來去看一下展是蠻順的 像它裡面就有用虛擬的租名美術館展覽 有夠屌的吧 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到金山那邊的租名美術館 媽又遠 然後你還會付門票費 你直接在手機滑 你就可以去看到租名美術館 它裡面有什麼酷東西的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虛擬的租名 就站在門口跟你聊天 你問他 他就會回答你一些東西 反正就是類似NPC的感覺 而且他那個租名做得很像 聲音真的也就是用租名的聲音下去錄的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酷 而且他又是搭上Facebook的Meta題材 Metaverse的題材 以台灣來說的元宇宙的相關公司 基本上就是以XRSpace為主 當然其實整個全球都還有其他的元宇宙公司 可是以台灣來說大概就是這一間了 我今天就會跟洪詩誠兩位 我們兩位就會在XRSpace裡面舉辦一場虛擬講座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灣第一場 Metaverse的講座 就是在Metaverse裡面辦講座 我真的覺得非常酷 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一起來參與下一個世代的開始 說不定未來你真的看不到說大家正經為座 就在大禮堂或是大講座下面去聽講座了 以後你可能就是躺在沙方上或是躺在床上 去聽別人的講座 我覺得這真的蠻酷的 對於我來說我這種不愛出門的 然後我們又是住在荒郊野外的林口 比方說講座大部分都是辦在台北的 對於我們來說這種虛擬元宇宙的講座 真的就是一大福音 不用特別跑出門 然後也不用梳理打扮 說不定你穿著一條內褲就在那裡聽講座了 說不定今天我晚上的講座 我可能就是穿著一條內褲 就跟洪詩誠在那裡對談 你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們就是這個全部都是原宇宙裡面的生態 那原宇宙裡面就是有一個虛擬人物 那我們就用這個虛擬人物互相見面 根本不用去care到 你這個原本實體我自己是長什麼樣子 說不定我現在已經蓬頭垢面的感覺了 那可能也不用洗澡不用洗頭 女生可能頭髮長你也不用洗頭 你在原宇宙裡面就是可以用整個虛擬身份 那個頭髮永遠是漂漂亮亮的 好啦反正就是今天在今天晚上 12月3號禮拜五晚上的9點 我跟詩誠兩個會在這個 G-O-X-R-A-P-P的I-O-Y-O-R-Y I-O-Y-O-I虛擬產染空間 媽媽有給我擾口的 反正就是在這個虛擬產染空間 我們兩個會有一個講座對攤 那還蠻好玩的有興趣就進來了 可是他一個展間的容量就是30個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們在同一個展間的話 你不想被分流掉 你想要看到看到我跟師承兩位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比較早進來先掛在那裡吧 那基本上我應該是從8點半就會開始掛了 那個因為他每個展間他要控制一下流量 那一個展間最大流量就是30個人數 那30個人頭 那如果之後超過30個人頭 你可能就是被分流到其他的可能伺服器 你聽得到聲音 但是你就是看不到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的這個虛擬身份 那就可能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也都是蠻好玩的 反正你想要參與 又就是提早 提早進來一點 那就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再來 我們今天可能會錄短一點 所以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 那最近 終於在各大拍賣公司香港的部分 都已經把整個這次的秋拍拍賣完了 應該也還沒有到整個 反正今天像是比較藝術類別的 像是秋拍的這個晚間拍賣都已經拍賣完了 像是這個舒福比在10月 10月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拍賣完了 那最近拍賣完的是這個佳士德 還有副議師跟保利他們聯合的 那這是我比較會去注意到的 那我也覺得比較需要去關注的 那主要都是以這個20跟21世紀 也就是現當代藝術的夜間拍賣秋拍為主 那我今天就圍繞著這個話題 跟他們這次拍賣出來的一些數據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基本上就是我把這些拍賣抓出來 然後抓一些前三名的作品 來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那我們先從這一次這個佳士德香港 12月1號的21世紀藝術晚間拍賣來講起好了 他們這一次拍賣的總成交額來到了8.96億港幣 那成交率也是96.4% 那總共是上拍56件 拍賣掉了 54件流拍掉兩件 那高於估價的成交率是58.9% 在估價以內的成交率是35.7% 那低於估價是1.8% 流拍是3.6% 那流拍就是兩件 那這一次可以看到 在這一場21世紀藝術的晚間拍賣 他們成交的第一名是 John Michaud Basquiat的復仇這件作品 這件作品是John Michaud Basquiat 他1982年的創作 那尺寸非常大是243乘上182.2公分 是油畫畫布的作品 原本的估價大約是5億到6.8億港幣 最後的成交額來到了5.84億港幣 在這個估價以內成交 算是還不錯的成績 那這一件在當時台北御展 我其實也有看到 那整件是蠻大的 然後我覺得他這一件算是比較偏可愛類型的 John Michaud Basquiat 那整件品項也還不錯 可是5.84億台幣 我覺得算是John Michaud Basquiat 他比較中規中矩的價格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John Michaud Basquiat 在這幾年真的是非常紅 你幾乎油就是幾乎賣掉 那你只要不要估價估太高的話 都會很好賣 而且不管是亞洲或者是歐美 真的都是通吃這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位藝術家 當然他已經往生掉一段時間了 然後最近又搭上整個BLM的蜂巢 然後他又是黑人塗鴉藝術的幾乎可以算是第一把交椅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現在有這個地位一定是應該說是很基本的 那他第一名就是由日本富豪錢澤友做所賣下來的一件作品 那一件第一名我記得是拍了大概將近台幣30億的金額 算是非常非常天價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名 第二名是來到我們草菅奶奶草菅迷生的油畫 然後他的創作年份是 這件油畫叫南瓜 因為看得出來 然後他的創作年份是2013年尺寸 也還不小是130.3乘上130.3公分是正方形的畫布 那他原本的估價大約是1.6億台幣到2.3億台幣 最後的成交額來到2.23億台幣 也是在估價內成交 那今年的草菅奶奶算是拍得非常非常好 老實說我對他的研究不深 可是畢竟他的年數也已經夠大了 然後他又是女性 然後又是亞裔創作者的先驅 你像今年幾乎都在炒很多 應該說從去年前年開始就在炒很多這些 女性藝術家了 所以草菅奶奶她基本上都已經算是先驅的部分 再加上她亞裔的身份 我覺得對她來說加分加分非常多 那她未來基本上也一定會被寫入整個藝術史 不管是世界的還是整個日本的甚至亞洲的 我覺得她進入歷史的機率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現在買她的作品 其實是還蠻聰明的選擇 當然也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可是你要去跟葛拉德里希特 或是其他在已經往生掉的作品 譬如常悅、趙無吉、草菅迷生 還是跟他們有一些差距 所以我會覺得說 現在你去看草菅迷生的作品 可能已經覺得很高了 但是未來等她往生之後 我覺得再更高的價格是很有機率的 當然也不是說每一個往生之後 就一定會漲價 但是我覺得草菅迷生 因為她是屬於比較有歷史價值的 我在猜 我在讀 她未來進入歷史的機率是很高 所以我會覺得說 她未來死後生殖的機率也會很高 講到這一場的第三名 也是草菅迷生的作品 也叫做南瓜 可是她這一件是雕塑 創作的年份是2017年 尺寸為215乘上180公分 再乘上180公分 因為是雕塑 她原本的估價大約是1億台幣到1.36億台幣 最後的成交金額超過了估價 最高估價來到1.98億台幣 算是非常好的成績 那這一件就是很標準草菅迷生的 這個南瓜雕塑大雕塑 所以你在很多各大美術館 可能在日本的美術館 你可能都會看到他們外面 或者是這個裝置藝術裡面 都很容易看到草菅迷生 這種大型南瓜的創作 那在今年有颱風來了幾個月 在指導美術館 在指導那邊 賴戶內海 你原本就有一顆草菅迷生的大南瓜 擺在海邊給大家做觀賞 其實還蠻好玩的 可是颱風一來 就把賴戶內海放在海邊的港口旁邊 大南瓜把它吹翻了 甚至把它吹破到了海裡面 等於是被海捲走了 其實還蠻有喜感的 如果大家還有一點印象的話 其實那一顆大南瓜 也是類似這種大南瓜 只是我不知道它這一顆 再加持的拍出這顆南瓜 它裡面是不是空心的 賴戶內海那一顆會被吹掉 應該是它裡面是空心的 我們看到他們的影片跟照片 就很容易發現 這一檔加持的拍賣是在 12月1號的晚間拍賣香港 那它的這個前三名就是 John Mishobaskia的 復仇跟草菅迷生的南瓜 兩件作品 一件是油畫 一件是雕塑 下一檔我們再來看到 一樣是加持的的 20級21世紀藝術的晚間拍賣 那它這一場拍賣叫做異形者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加持的 這一次要把這個 20級21世紀的藝術晚間拍賣拆成兩檔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而且都是在同一天 是在12月1號的晚上 然後時間也都是差不多的 那它這一檔 異形者這一檔拍賣的成交金額 總額來到5.98億港幣 那它的成交率是94.78 非常高 上拍了19件作品 然後成交了18件 只流拍一件 算是還不錯的成績 那高於估價作品 也是成績非常好 總共有78.9%是高於估價 然後在估價以內的是15.8% 流拍的是5.3% 只流拍一件 那它的第一名 就是目前我們非常知名的當代藝術家 叫做格哈德里希特 德國的當代藝術家 那這一件作品叫做 抽象畫747-1 那它的創作年份是1991年 尺寸為200 乘上200公分 是油畫畫布 那它的總估價 原本的估價來到 4.58億到5.94億台幣 這一個區間 最後的成交金額來到了 5.02億 那是在高於這個估價 高於低估價一點點 那格哈德里希特 大家應該也都非常了解了 目前當代最貴的藝術家之一 最貴的應該是 David Hockney 但是第二貴的基本上就是 葛哈德里希特 但是他們兩個總額加起來 應該也不知道是 數高數低啦 反正兩個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貴 那一個是德國的藝術家 那一個是美國的藝術家 呃里希特 他算是整個在現在 整個全球藝術界裡面 他少數都還在做這個抽象藝術 就是比較專精於這個 整個抽象藝術的部分 那他應該也算是整個這個現代藝術 加上後現代藝術 抽象的最後一把交椅還活著的啦 所以呃然後他的年事也 年歲也是非常高了嘛 所以我也覺得說 現在你去看他的作品 應該也是還不錯的啦 就是他進入歷史 藝術史的這個機率 絕對又比這個草菅奶奶再高 非常非常多啦 所以葛哈德里希特 你現在去買他的作品 也是非常貴 也都已經到了天價 但是等他死後 我覺得一定會再更高啦 好那這一場的第二名是 是藏玉的紅色背景百合畫 那創作年份是1940年尺寸為 91乘上50公分 那他是畫在纖維板上面的這個優化 那原本的估價大約是 3.58億台幣到5.37億台幣這個區間 最後的成交金額來到了3.59億台幣 他這個落錘價應該是 比這個最低估價還要來的低啦 所以呢 這個藏玉啦 最近他的這個試況 今年的試況 我覺得啦有點這個 往下走的趨勢啦 那像等一下會講到啦 你在副醫師其實有留標一件 可是這一件藏玉的紅色背景百合花 他算是藏玉比較熱門的題材 因為藏玉最熱門的題材 基本上就是這種花瓶跟花盆系列 百花的這個系列 然後最熱門的題材 當然就是這個羅女題材啦 那第二名就是這個花景的系列 那藏玉這一件作品 我覺得以這個題材來說 他估的並不是算特別特別貴 但也已經算是在那種緊繃的範圍了 所以在最低估價左右去成交 我都覺得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啦 那他沒有留拍已經算是非常不錯了 因為藏玉在這幾年這兩三年之內 真的是飆漲非常非常多啦 然後緩和一下 在今年開始緩和一下 我覺得都是非常正常的這個事情 那這一件作品也算是他還 所以我覺得整個畫面啊 跟他的這個討喜程度也算是非常好的嘛 因為畢竟你會去買藏玉的人 大部分都是亞裔的人 或是中國人或是華人為主啦 所以像他這種紅色背景的白荷花 他的印象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那我猜這一件基本上也是在這個 華人收藏架手上啦 好那我們講到下一件第三名 這一檔拍賣的第三名 這個是比較偏當代的藝術家 而且他是非常年輕的藝術家啦 他叫做黃雨昕 那不是我哥啦 那這一件作品叫做七寶松圖啦 那創作的年份是2019年 那他總共是這個算是什麼 七連平吧 那他的總體積加起來 是200乘上696.5公分 就是7幅加起來 然後他每一幅各自的大小 是200乘上99.5公分 其實他各一幅的大小都已經算是 非常非常大了 那七幅總共加起來 那個尺幅真的是很大很大很大 然後他的材質是油畫畫布啦 原本的估價大約是 台幣1000萬到1700萬這個區間 最後的成交價格來到了台幣2.32億 這個算是超過估價非常非常多 原本都是1000萬到1700萬之間 原本預估他最後搶到了2.32億 這個是很誇張的 然後黃雨昕他算是 目前中國當代來說 非常紅的一位創作者跟藝術家 你看他這一件作品 其實他創作年份也才2019年而已 我們現在也才2021年耶 然後他創作沒多久 然後馬上丟上拍賣 就可以到2.32億台幣這個成績了 就很明顯啦 這一位當代藝術家 他是有熱度了嘛 那熱度再加上他背後 應該也是有資金下去做支持 所以呢 他的價格才會如此飆升的那麼快 那當然啊 這一位藝術家畫的這個作品 我個人覺得也是相當不錯看啦 也是蠻好的一位藝術家 就是黃雨昕 中國當代的藝術家 可是中國當代的藝術家 我還是要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他們比較狼性一點啦 中國當代他們比較愛玩的 就是很容易用這些比較快速的資金 用大資金先下去扎錢 下去追捧一下 所以我一直覺得 中國當代這種藝術家 不太適合追告啦 那我也不是說 中國當代的藝術家不好 而是說 他們在玩市場的方式 是跟一般的 可能是我們這種亞洲地區 或是歐美地區 比較不一樣啦 他們那個錢真的是非常多啦 很常會有這種當代藝術家 他的價格 創天價是用錢砸出來的 那黃雨昕我覺得 他的這個藝術性跟這個原創性 都是有的 就是他這個價格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砸出來 因為你也沒有證據可以說 他這個畫家是用砸出來的嘛 但是我先姑且相信 這一位藝術家 應該是不錯的藝術家 然後真的有很多 藏家願意拿大錢下去追捧 然後從他原本的估價 一千多萬變成了2.32億 直接多了一個零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成績 這一件作品也創了這一位藝術家 他目前在拍賣史上的紀錄 也就是黃雨昕 他目前最貴的一件作品 就是2.32億 未來會不會再打破 我覺得就是要看 因為這一件作品 基本上也是黃雨昕 他最大的一件作品了 所以未來可能要再打破的話 可能就是黃雨昕 他這一件作品 要比在這一件作品 再更大的創作 因為通常你越大的創作 可能他的畫價跟賣價都是越高 像趙無奇那幅20億台幣的創作 也是趙無奇他最大的一件作品 通常一位藝術家他生涯 最貴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脫不了最大或是最精彩 在他的最巔峰的時期畫出來畫作 如果你是又巔峰 然後又精彩 然後又是最大的畫 那個絕對是天價的 就是一個最頂級的藝術家 他在市場上非常知名的藝術家 就可以用這三個標準下去 衡量他的這個價位高低 這個有機會再跟他講好了 好 最後我們來看到第三檔拍賣 也就是這一次副醫師跟保利 他們在香港所合作的拍賣 拍賣時間是在2021年的11月30號 那這一檔拍賣 他們叫24世紀級當代藝術的晚間拍賣 其實24世紀級當代藝術 也就是這個20跟21世紀的藝術 就跟剛剛那個加世德的命名 是差不多的方向 那他們這一次的總成交額 來到了港幣4.54億 那總成交率是96.2% 成績還不錯 總共上拍了52件 成交了50件 流拍了兩件 高於估價的作品是61.6% 那在估價以內32.7% 低於估價1.9% 流拍3.8% 流拍兩件 那他們這一次的第一名 又是葛哈德里希特 他真的非常非常紅 他在這幾年 真的一直居高不下 一直居高不下 我個人認為 大家可能真的都是有一個思維 就是 哇這一間目前 這一位目前當代最屌炮的藝術家 他跟David Hockney 基本上就是 年歲已經非常高了 那現在去收他的作品 勝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好啦這一間作品叫做燭光 那一樣是他的這個抽象油畫系列 那創作年份是1984年 尺寸為200.3乘上179.7公分 那是他的油畫畫布 他原本的估價大約是1.96億 到2.68億台幣這個區間 最後的成交價來到了3.65億台幣 算是高於估價成交了 這個成績算是非常非常好 好那我們下一件看到這個 第二名 哎呦是草菅奶奶 哇今年的草菅奶奶 他的這個行情算是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這個草菅迷生 他有什麼這個消息的呢 可能是生病之類的沒有 當然不要詛咒人家 但我們會希望說這種好的藝術家 可以活久一點 他可以繼續為這個藝術 還有全世界多貢獻一些整個 那個藝術的文化啦 好啦這間第二名的成交的項目 叫做無線網 那創作年份是2004年 尺寸為193乘上193公分 那草菅迷生他很多的作品 都是以正方形的畫布下去畫的 這比較特別 那這間作品他一樣是油畫畫布 那原本的估價大約是5300萬到8900萬台幣 這個區間 最後成交來到了8100萬台幣 那算是非常好的成績啊 當然沒有辦法跟剛剛這個 加世德的幣 那因為剛剛加世德都是有這個 上益的 可是我覺得這一件 以傅醫師跟保利來說 他們屬於全世界第三大的拍賣公司 算是非常好的成績了啊 那也是值得鼓勵 那當然這一件不是他這個標示性最強的一件 可是能拍到8000多萬 8100萬也是非常不錯了 好啦那這一檔的第三名 又來到我們熟悉的趙武吉了 就是幾乎每一檔在亞洲的拍賣 或是在歐美的拍賣 你這個前幾名 前十名 前五名 前三名 你都可以很常看到 這個趙武吉這一件 這一位藝術家 他這一件作品的名稱叫做 1964年3月20號 創作年份就是1964年 那他的尺寸就是88.8公分 乘上115.8公分 那算是趙武吉 他還挺大的一件畫作 那一樣1964年 他就是屬於趙武吉的狂炒時期 那這時候的畫作 也是慢慢的越畫越大了 所以價格也會相對高一點 然後又是趙武吉 他非常巔峰時期的這個作品 所以呢 這件作品我自己覺得 剛剛好像沒有講到他的這個成交價 他原本的估價大約是7100萬台幣到1.07億台幣 那最後的成交價來到7800萬台幣 當然沒有幾年前 那麼瘋 都是幾億幾億在跑的 但是他跟藏率很像 就是有一點下降的趨勢 但是價格又是撐在那裡 我覺得下降趨勢是因為他的估價都越來越高了 原本趙武吉他的估價可能都是相對低的吧 那你相對低的 可能漲上去到幾千萬到一億 可能就看起來很多了 可是最近基本上都是幾千萬就開始估 或者是你都已經估到一兩億了 那個就很多很少人可以進場 因為基本上你要花幾億去買一件作品的人 其實在全世界真的不多 然後又是指你單純喜歡這一位藝術家 就是你要去花幾個億下去買一件作品的話 我是覺得那個機率比較小 所以通常這種頂級作品都是可能一兩位 兩三位在那邊搶而已 甚至最後只有一位下去搶而已 那這個就是這一檔的第三名 那副醫師這一檔我想特別再跟大家介紹 我們目前畫面中可以看到的這一件作品 一樣是草菅迷生的作品 那這一件為什麼我會想要介紹呢 這一件是草菅迷生他美術館等級的作品 叫做複數 那他其實算是雕塑 那創作年份是1998年 他比較早前一點的作品 那他的尺寸 總共如果整個是每個盒 他是總共120件的小盒子 那他整個120件加起來的尺寸是228乘上512乘上15公分 那他每個小盒子的尺寸是38乘上25.6乘上15公分 他原本的顧價大約是5300萬到7100萬 這一個區間台幣 那最後的成交價格來到了6800萬成交價 那我比較想要講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一件草菅迷生的作品 其實是被我們台灣長家收起來了 被我們一位台灣長家買起來了 那他是我們台灣非常知名的畫廊亞洲藝術中心 所以呢 未來大家想要看到這一件草菅迷生 博物館等級的作品複數的話 未來非常有機會可以到我們台灣大直的這個 亞洲藝術中心去看看去瞧瞧 那我自己也沒有看到他120件集齊的這個畫面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希望可以到這個亞洲藝術中心去看他們這個 大展他們未來一定會展出來的 好 那再來講這一檔 我覺得也要特別講的就是這一件流拍的作品 這個長域的電線上的燕子 那這一件作品是1931年的創作 那他的尺寸是50乘上80.5公分 他的估價是9300萬到1.64億台幣這個區間 那他的最後成交價格是流標 那我想要探討就是為什麼他會流標 那很多人都會說就是什麼 現在大家都是以這個當代藝術為這個購買的這個熱度嘛 可是我是覺得啦 就是基本上長域這種作品喔 他這一件本身就比較 不是什麼熱門的作品 就是他比較沒有 不像花瓶系列或者是不像那個裸女系列那麼的熱門嘛 然後他又估的那麼高 9300萬到1.64億台幣 我覺得流標是蠻正常 不是說這件作品不好 而是說他不是熱門題材 然後價格又估那麼高的情況下 那流標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啦 那這是拍賣公司故意要估那麼高價嗎 我倒覺得不是啦 因為這通常就是你這個賣家 他們想要拿比較高的這個價格 那拍賣公司你可能也拗不過 通常拍賣公司都會希望估低一點 然後讓更多長家可以去參與 那一個長家喊一口上去的話 其實那個拍的越高的機率是比較好 可是你以長家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當然會希望我有個保底嘛 我最少想要拿到這個9300萬 所以我估價可能就會估比較高一點 所以才會導致很多估價太高的作品會去流標啦 那我相信這件作品如果估個整個可能 7000萬到9300萬這個區間的話 他成交的機率是高非常多 而且有可能可以在1億左右的區間去成交 可是你估9300萬到1.64億台幣的話 我覺得那就比較難了嘛 因為就算你9300萬最低的這個估價成交 你那些佣金加上去那些commission加上去 那些稅金啊保險啊運輸啊扣一扣啊 最少你還是要花一個億啦 其實入門的你要進場去搶贏的那個心態 其實就比較沒有啦 就比較沒有想要去搶的那個感覺 沒有辦法吸引那些大長家了 好啦這就是這一次 傅議師跟保利他們在香港的20世紀級當代藝術晚間拍賣 那他們的拍賣時間是在11月3日其實也是結束啦 那整個成績也是非常好 不過有一個我覺得他們有小小作弊一點點 因為他們側拍了六件拍瓶 可能他們就是覺得這六件拍瓶好像不太容易賣 就先趕快把它撤掉吧 這是我自己私心猜啦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賣家他們有一些問題 突然不想賣之類的就把那個側拍 所以就導致他們的這個成績非常好啦 那當然也有可能六件拍瓶同時放上來的話 也都是繼續全部都拍掉也是有可能 但通常啦通常啦會側拍的原因就是因為 沒有那麼看好的這個感覺啦 好啦這個都是預測啦 反正我也沒有去問他們 這個都是這個小小的猜測而已 那就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好那我們最後就來看到我們現在螢幕上這個表格 我整理出來了這次這個蘇富比還有加士德 還有副醫師跟保利他們這三檔拍賣 在香港秋拍夜拍的這個比較圖啦 那蘇富比他其實在蠻早就已經去做拍賣了 他在10月9號他們的秋拍夜拍就已經 現當代藝術就已經結束啦 我先講一下喔 就是我這個表格是以他們這個2021年秋拍夜拍的現當代藝術 也就是20跟21世紀的專場的總額下去做評估的 那因為我比較關注這些藝術嘛 所以我就以這個形式的藝術啊 這形式的專場下去做比較啦 那我也覺得以目前來說就是以現當代藝術的專場 他的這個佔比的這個銷售額會比較高一點啦 都會比其他的還有來的高 所以目前大家做判斷的話 主要都是以這些專場下去做判斷 那蘇富比他是在10月20號就已經拍完了 那他一樣是分成兩個專場 那兩個專場加起來的總銷售額是 大約是6.45億港幣啊 那他的成交率是88.6% 算是稍差了一點 就是那時候蘇富比拍完嘛 我不是有跟大家說 怎麼感覺有一點良意啊 就跟前面幾次比起來好像有下降的趨勢喔 結果你來到這個佳氏的拍賣 他是兩場嘛 那這個他們的拍賣時間是12月1號 那兩場加起來的銷售額是14.95億港幣 那成交率是96% 我那時候原本在蘇富比的時候還分析說 這有可能是這個市場往下降 就是市場要冬天的趨勢 結果這個佳氏德狠狠的又打了我一個耳光啊 就是賞了我一個巴掌 我聽你在唬爛 沒有這個市場就是還很好 好了那到了這個富益師跟保利 他們是11月30號 那他們的銷售額總額他們只有一檔 那他們銷售額是4.54億港幣總銷售額 那總成交率是來到96.2% 那一樣是賞了我一個大耳光啦 就是賞我一個巴掌 我聽你在唬爛 沒有市場沒有那麼差 就是蘇富比差而已 我們後面兩個都很好啦 那這其實也沒有什麼比較啦 因為其實每一間拍賣他們拍的作品都不盡相同 那有時候你也很難單純用這些數據去表示哪一間公司誰高誰低 這個真的很難很難去比較 但是呢 我也覺得說這樣大概去拉一下 目前我們如果以前面兩大巨頭來看 這一次在香港的拍賣的秋拍 加士德是比蘇富比更勝一籌的啦 那也不知道是不是說那時候蘇富比他的拍賣時間 可能是不是整個全球經濟是比較悲觀一點 或是怎樣 或是到加士德或是副醫師這時候 12月11月底的時候就比較樂觀 其實你也很不清楚 又或者也有可能原因是因為 蘇富比他收的東西吸引力本身就沒有那麼高之類的 都是有可能啦 又或者是這一次蘇富比他在10月他的客人 他的購買意願 可能他的一些現金被一些可能資金 可能他在股票卡住了啊 他在虛擬貨幣卡住 都是有可能的啦 那個不知道 但是到了這個12月整個市況 感覺又還OK 當然沒有前面這個春拍好 也沒有到去年那麼好 也沒有到前年2019年那麼好 但是呢 我覺得加士德跟副醫師加上保利 他們這次的視況在秋拍的視況 他們這兩間這三間啊 是有穩住了 因為副醫師跟保利 他們已經合作了非常多季了 那時髓智慧之下 我相信他們之後在香港也是會繼續 保持合作的關係下去 那蘇富比他們在比較早拍 但是他們的這個成交率跟銷售額是稍低蠻多的 尤其又比這個加士德低了不少 基本上整個總銷售額差了將近快一倍 我覺得這次蘇富比可能需要好好的看一下 是什麼原因啦 當然不知道 可能是收件上面的原因 或是其他原因 其實你很難去分析 但是我們就是單純用這個數字下去看而已 我還是提醒一下 這個數字並不是要去比較誰高誰低 而是就是單純去比較這一次 誰的這個銷售額比較高而已 那這三間這三檔拍賣跟這四間拍賣公司 都是很頂級很棒的拍賣公司 那每一次拍賣我覺得都是嗆時嗆時 就是看誰這個客人比較瘋 或是看誰收到的作品比較好 這個真的都是運氣運氣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多的實力成分在 也不是說沒有什麼太多的實力成分在 就是煤劑本來就是會有高有低 有時候加士德會贏蘇富比 有時候蘇比會贏加士德 很難去比較的 只是提供數據給大家去做參考而已 這四間拍賣公司 大家如果要去合作的話 我也都是非常推薦的 他們都是指標性的 你蘇比跟加士德 兩間本來就是全世界的龍頭 那富伊斯是全世界第三的龍頭 那保利又是中國最大的龍頭之一 他跟加士德 所以你們要去跟這些拍賣公司合作 我也都是樂見其成 或是你要去跟他們買 其實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我也推薦大家可以多去看看 這些頂級拍賣公司的作品 看完了之後 做完一些功課之後 你真的要進場 你們再去進場 沒關係 每一季都有拍賣 每個月也都有拍賣 現在很多網路上都有拍賣 真的不要怕錯過 重點是你功課要做得多 不要想說就看到什麼東西洗完 就趕快全部錢all in進去下去買 那個風險值是相對高的 我還是希望大家理性一點下去購買 除非你是EnoMask 他錢已經多成這樣 那就沒差了 那在我們這些資金有限的人的情況下 或者是你真的都還是薪水主持 想要買一些小作品 裝飾一下家裡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理性一點下去看待買藝術作品 因為畢竟他的單價都不會太低 這一集就差不多講到這裡了 我等一下9點的時候 跟紅詩成NFT的創作者有一個講座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到APP原宇宙 叫做GOXR 它的IOI虛擬展覽空間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去下載這個GOXR的APP 然後去創建你的這個原宇宙的虛擬成分 一起加入到這個對談講座裡面來 就是現在周五晚上吧 非常冷 如果你沒有局的話 就歡迎一起到這個線上 虛擬原宇宙一起來取暖吧 好這集先講到這裡 先這樣 掰